我願意我郭台銘的生育來做擔保 如果說他們兩個一加一 要是大於二的話 我郭志願意倒過來行 就在日月光公開收購的截止日 鴻海國董出席兩岸產業論壇 不忘落狠話 當董事長講得非常清楚 他只是做一個純粹投資人 投資人 大家賺一個錢 反正他們張家宜 房地產也賺了很多錢 對 他如果說他講不參與經營 他參與經營 那我覺得這家公司的董事長 就跟我認識董事長是不一樣的 透露信日戀客戶重疊太高 這樣的詬病只會匪惹市場的老二老四 85%的客戶重疊 我已經得到資料 害很多大客戶準備要轉單了 一邊說相信日月光是純投資 另一邊則是痛批外資 投資的法人跟股票基金經營 他們是下車賺錢鳥事 然後跌了再買回來 他們是炒股票的 但經營企業不能炒股票的 但事實上不止外資 售險公司也紛紛選邊站 中壽以每股45元出清1.23萬張 全部持股給日月光 周易總額達5億5,350萬元 新光人壽持有1%的股權 也參與收購案 謝品年報上的第三大股東 國泰人壽3.8%的持股 則要等22號最後攤牌 在美國啦 或者在其他國家 但變個萬他覺得是一個 很平常的事情 一加一都等於 希望都能夠大於二嘛 但事實上還是要看整個市場 看在科技大佬眼裡 整病是潮流 郭董的鍋子 哪一天真可能倒過來寫 或許誰也不敢說 大於二的話 我鍋子願意倒過來寫 東森 財經宣 陳文杰 沈玉藤 台北報導